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是一档实战的节目 所以颜值并不能作为我们平价球鞋的重要标准 那么为什么是突然想到要测评这双球鞋呢 因为在TF的领域似乎只有这双鞋上面有这样大块的摩擦条了 这双鞋它的产地是越南 老K买的尺码是JP265 单只的重量是276克 鞋垫的长度是269毫米 这双鞋虽然命名为ACE 但是真的 从设计上根本看不出来跟ACE有什么样太大的关系 鞋面上的这些大的摩擦条会比周围的这个鞋面要高出一点点 在外侧的这一条呢尤其的高 而且外侧这一条居然是延伸到鞋底的 很大的一块 但是它的这个材质是橡胶的摸起来不硬 但是也不是那种软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的这种大块的橡胶摩擦条 它不叫裂音 后面呢这边内外侧都有这个缝合口 后部的材质摸起来呢很像这个植物夹涂层 而且呢它的整个鞋面是偏厚的 并且它的鞋带呢整个系统是偏外侧 内脚背呢留了一些这个比较大的空间 然后呢就是它的鞋舌的这两边都有奔带的设计 都有奔带 这边也有一条小的奔带在里面 好像看的不是太清楚 那么这双鞋其实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在于它鞋底的这前四后三的七颗偏长一些的鞋钉 这个大地呢还是阿迪达斯专门为人草开发出来的 那不知道穿起来呢这七颗钉子会不会有各角的感觉 稍长的钉子呢确实能提供额外的抓地力 但是如果发力点不在这些稍长钉子的区域就会很尴尬 那比如在这个登地的区域 它居然是一块很大的很平的橡胶摩擦块 所以这个设计它在登地的时候 会不会带来其他的感觉 还是会表现更好呢 这双鞋的鞋面实在是太硬了 不仅夹脚还夹的疼 我就提了30分钟我就把它换下来了 下一场再继续试试看 这鞋底特别硬 跑起来的话会比较轻松一点 这七颗钉子还行吧 不是特别各角 启动的时候也还凑合 那就是鞋面太硬了 后面再暖机场试试看吧 这双鞋第二场已经凑白了 这个季节呢新疆灰尘特别大 所以这个鞋也真的是沾满了灰 沾满了灰 这个鞋到第二场 这个整个鞋面呀我还是没有撑开 它依然比较厚比较硬 其实也不是特别厚 但是因为这个橡胶的缘故啊 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些橡胶 让这个鞋穿上就有种硬的感觉 其他的地方其实没有橡胶的地方呢摸起来都蛮软的 这个鞋型啊 它的前半部分其实比较夹脚 就这整个鞋型它前面比较夹脚 后面真的是比较宽 所以就特别适合那种中后部宽一点 但是脚在前面会偏窄的人 适合这种人 适合这种脚型的人不是这种人 然后呢就是它这个后跟 它这个后跟呢是属于那种比较直的 对吧 不是属于那种后面有弧度的 所以呢这个就适合那种 呃后面跟腱这个区域上下比较垂直的人 你像我有弧度的这种人 就是它这个脚跟这个跟腱有点斜着向上的 穿这个鞋就有点不跟脚 而且还挺严重的 所以这双鞋呢我穿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适应 今天呢将是第三场的测评 过去两场呢到现在为止 能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以上说的那些 触感呢我感觉不出来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真的是好呢还是不好 因为这个鞋面我到现在也没有撑开 也没有真正的去适应 所以今天的话再踢就是再测最后一场 因为这个鞋跟呀我实在是适应不了 呃包不住我的脚踝也特别的不跟脚 但是鞋底这个鞋底啊我前面在咱们在静态的时候 我分析过它是属于偏硬一点的 这个你在跑步的这个跑动的过程当中呢会觉得轻松一点 而且这七颗钉子呢这七颗钉子真的也不是很个脚 呃如果你的场地是那种非常糟糕的地毯草非常的薄 那这个钉子可能真的会个脚 其他的只要稍微好一点呢问题都不大 所以今天是第三场最后一场 嗯测试一下看我能不能再把这个鞋面撑得再舒服一点 如果第三场还是测不开呢 那我只能进行下一双的测试了 毕竟如果三场球你都适应不了的球鞋呢 我觉得就不要太勉强自己了 这双鞋呢三场也是测完了 鞋面我还是没有暖开 这个鞋面真的太硬了 跟独芬二代的那个超顶的版本 我觉得比那个真的不相上下 所以如果你是个脚步足步有这种非常大力量的人 我觉得能把这个鞋撑开 嗯虽然是老鞋啊 但是这双鞋粘的还是不错的 比上次的那个波霸还是要显得好一点对吧 虽然说是这双鞋可能更年轻一点 那双波霸的入门级要更老一点 那么这双鞋呢还是得到的结论 跟我第二场测完呢是一样 第三场测完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改观呢 就是这个鞋面 因为这个橡胶的存在 真的是太太难撑开了 而且呢整个鞋面呢也比较硬 适合的脚型呢也说过了对吧 适合一个后面宽一点 前面稍微窄一点的这种脚型 因为前面它会包的比较紧 而且是一个束缚型的这种感觉 我穿到今天也没有把这个鞋面称的合适我的这个脚型 所以呢这个还是得推给那些中后比较宽的比较肥大的这种浮型的人 后跟还是还是那句话吧就是锁定不是很好 而且它这个明显有点像后张 所以也不知道它这玩意怎么设计 但是这个老鞋从来说还行吧还行吧 如果你的这个脚型正好是我说的那种的呢 那这双鞋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如果不是呢千万不要去购入这双鞋 因为这双鞋真的非常挑脚型 好吧这双鞋就聊这么多 分享呢才是我们SOGOGO的宗旨 球鞋的测评呢只不过是信息交流的一个过程 如果您不想错过我们更多的实战测评节目呢 请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 好了我们下期实战节目再见